新竹出现涂鸦怪客 警方二号接获通报 东区两处路口旁的台电变电箱 遭恶意涂鸦 写上泪泪公主雪糕刺客等字样 让台电公司气得提告 警方调阅监视器 24小时内逮到了两男一女嫌犯 依毁损罪移送侦办 而这些人违规涂鸦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深夜的街道上 这两男一女人手一贯喷漆 对着台电变电箱来个大变身 一阵猛图写上泪泪公主雪糕刺客 端详了大作后转身离去 另一边绿色围地上 戴上墨镜的房子 斜着追高侠 整面墙都成了同一批 涂鸦客的个人画布 这些人艺术灵感大爆发 却选错地方 因为那文字其实也看不太懂 然后也其实它涂的 也没有什么美感的感觉 影响到市容是一定会的 自己家的工作室 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用在公共场所 民众看了只要投涂鸦客 作画的地点就在新竹东区 东大陆北大陆口旁的台电变电箱 让台电公司气得提告刑法毁损罪 警方调阅监视器火速待人 调阅监视器循现追查 在24小时内查明嫌疑人身份 并通知道案说明 后续将一刑法毁损罪 移送新竹地监署侦办 遭涂鸦的地点已经恢复原貌 台电也向当事人求偿 只是这些人违规涂鸦 已经不是第一次 其中一人还曾将在台南 受检举的记录大方晒在IG 罚一次不够 这回改在新竹乱涂鸦 再被一刑法毁损罪送办 解许日前十五报道